台北市長柯文哲持續關注北農群聚感染後續 表示目前都還在控制當中 他也因此思考出打疫苗的新戰略 我们这次打疫苗的顺序 如果现在经过北農的事件 打疫苗的顺序也应该有新的战略思维 一个是按照年纪打 因为年纪越高死亡率越高 所以这个要从年纪高的打下来是第一点 第二点 应该是人流最复杂的先打 所以我们会说市场要打 油民要打 长照机构要打 就是那一旦感染很难处理的那个先打 所以我倒觉得 现在问我的话 打疫苗的顺序分两种 一种按照年纪 因为年纪越高死亡率越高 一个是按照人流的复杂度 因为那个很难控制 行政成本太高 所以行政成本越复杂的 人流越高的先打 这是我的逻辑 克文哲说到北農感染不是单独存在 而是万华群聚的延续 北農感染还有在进行 不过有在控制 疫调隔离都有在做 设定两个礼拜要彻底解决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